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的一个补水的产品 然后取一只下扬 再把手柄扭开 产品的话装进去是旋转 然后再把上半截推进去 好产品安装完毕 这个手柄斜角45度软散 间隔皮肤的话大概是三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做演奏的话可以用手把像一些眼角纹这样的话 把皮肤撑开一点再操作 对就这样 现在需要操作的话是下眼瞼的位置 然后我们需要拿块医用纱布或是棉筋遮住客人的眼睛 然后再操作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模式纱 然后操作口鼻的时候用手指或者是用棉筋遮挡一下 半个人 现在我们操作的话是用的模式是可以做颈部和脖子这样子做一个声道 我们现在用的是摩世6 然后可以做手臂啊关节啊 一些比较干燥的位置 因为摩世6的话 它引力气压会比较强一点 摩世5的话可以做一些紧布摩纸这样子 客人操作完的话 我们建议是附一片医用人附贴 附上面膜的话 假如店里有关疗仪的话 给客人关疗15到20分钟即可 然后就给客人清洁脸部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完一个客人机器不用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小瓶子取出来 对因为这个瓶子的话里面的精华液是没有吧 然后我们要需要清洗一下我们这个手臂里面的针头 然后用注射器就尽量规格小一点的 32G的或31G的那个针头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直接从我们这个柜胶这里中间的位置 对按进去 然后再慢慢的往前推 把这个生粘水打到这个小空瓶里面去 一定要慢慢的推 推太快的话 它的胶塞会翻过来 加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拔出来 这个里面是生粘水 它是可以清洗我们这个针头的 然后一样的同样的操作 再把它钻进去 然后把手柄扭住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模式 然后按我们的前进键 直到这个针头喷出水来就可以了 对 这样就清洗完毕了 然后我们这个精华的这个水的话 它还是有剩的 下次这一瓶的话 就留着给我们清洗针头用 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点 所以加一管的话可以用很多次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把手柄挂在我们的挂架上